这个视频咱来讨论一种新的化学平衡 沉淀溶解平衡 所谓沉淀溶解平衡 就是在一定温度下 当沉淀溶解速率等于沉淀生成速率时 物体的质量和溶液中各离子的浓度保持不变 此时沉淀达到了最大溶解 形成了饱和溶液 比如在20摄氏度时 氯化银的溶解度为1.5乘10的负4次方克 换句话说 100克水中只能溶解1.5乘10的负4次方克氯化银 虽然氯化银溶解度很小 但告诉你 它并不是完全不溶解地 进一步的 从固体溶解平衡的角度来理解 氯化银沉淀在溶液中存在着两个过程 一方面 在水分子的作用下 少量的银离子和氯离子脱离氯化银的表面 溶入水中 另一方面 溶液中银离子和氯离子受氯化银表面阴阳离子的吸引 回到氯化银的表面吸出沉淀 一旦沉淀溶解和生成的速率相等 就得到了氯化银饱和溶液 因此 沉淀和溶液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动态平衡 问题来了 为啥在通常情况下 只要有沉淀生成 就可以认为反应进行完全了呢 回答你之前 但先来看20摄氏度时 几种电解质的溶解度 你会发现 不同电解质在水中的溶解度 有着很大的差异 比如氯化银的溶解度为1乘10的负4次方克 氯化银的溶解度为222克 咱们知道 它们溶解度的大小 归根到底是电解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但难溶电解质与易溶电解质之间 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习惯上 将溶解度小于0.01克的电解质 成为难溶电解质 比如氯化银 锈化银 硫化银 硫酸贝 氢氧化铁和氢氧化铁等等 都是难溶电解质 而对于常量的化学反应来说 0.01克是很小的 因此一般情况下 相当量的粒子相互反应生成沉淀 就可以认为反应完全了 另外 化学商通常认为 当残留在溶液中的离子浓度 小于1乘10的负5次方默而每升时 沉淀就达到完全 不过要注意一点 难溶电解质的溶解度 尽管很小 但不可能等于0 比如氯化银的溶解度 为1.3乘10的负16次方克 看来 难溶电解质在水中 都是存在溶解平衡地 最后 我再说说溶解平衡的特征 和化学平衡一样 也具有五大特征 分别为逆 溶解和沉淀是可逆地 等 溶解速率与沉淀速率相等 等 体系处于动态平衡 也就是说 溶解速率和沉淀速率虽然相等 但都不等于0 定 达到溶解平衡后 溶液中各离子的浓度保持不变 变 改变条件 平衡就会发生移动 但过一段时间后 又会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首先 难溶电解质 在饱和溶液中都存在溶解平衡 其次 溶解平衡的五大特征 分别为 逆 等 动 定 变 好了 范范也要去沉淀一下 你呢 刷几句吧 ip 10 7 22 23 17 18 18 17 19